漫威是和崎岖蛋联名了吗 这是小学生从小卖铺买到的最新巧克力蛋 从里面竟找到了美国队长 不过他好像是吃了恶魔果实 像皮蜜一样可以随意拉伸 这也太好玩了吧 这不就是我家小孩常吃的崎岖蛋吗 我记得好像还挺贵的 我们这边应该就要卖五块钱 看这个视频里面好像还是和漫威联名的 但这个蛋不得卖几十块钱啊 要不我们也去超市买买看 万一真的能拆到一个限量满的美国队长 那不得卖好多奇奇蛋 买来了好像也不贵嘛 一盒才两百块钱 不对 这一盒才五个 那岂不是 一个蛋就要了 好贵啊 先来看第一个 一半是巧克力 一半是蚌蚁 味道还不错 另一个 什么鬼啊 长这么丑 还是萨马特的造型 这是哪个英雄啊 我怎么没有印象 原来是惊奇队长 少一下还可以出现在我的手机里 这个比玩具看起来漂亮多了 还可以和其他玩具进行互动 这个好玩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听这个声音 好像应该就是美国队长了 红色的 冠铁侠 也是吃了恶魔果汁 软软糯糯的 真好玩 你干嘛 虽然没找到美国队长 但是钢铁侠也不错 以凡人之力 笔尖神明 第三个 我从味道上可以问出来 应该是 格鲁特人啊 有一种 轻轻原唱好的味道 你看 果然是绿色的 不对啊 这是个绿巨人 不是格鲁特 作为一个解样玩具 还是不错的 诶 这个是美国队长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瘦啊 一点肌肉都没有 更别说美队的大屁股了 还是扫起来比较好玩 玩具也就是个摆设 诶 哈喽 哈喽 你好啊 要不给我签个名 最后一个 哇 黑帽 我还以为是一只黑猫的 这也太卡哇伊了吧 一点都不彪悍 马上 又亏了 呵呵 是个人 是个人 都不够悲 saute 我们 好啊 活啊